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講這些話 今天周末期談講講故事 講一些因果的故事 因果的故事最多是佛容的因果故事 即是講報應是很神奇的 今天講兩個小故事 有些在Youtube都有人接過 但由我再講 講之前講一個喜訊給大家 因果的故事 我們在印度北部 阿薩武省搞了扶貧工作 又教當地的人種植物 又跟他搞好水源 又跟他建學校 李文做主 李先生又有幫忙捐錢 高利很多同學 台友又搬錢 我把我大小小的台友收了費用 又放進去 做了成績都挺好的 現在繼續在做 很神奇 很神奇 有一個感應 昨天收到的 有人叫我們做我的工作 這麼好 就在Cold Carta那邊 在加爾庭那邊 在加爾庭那邊 因為印度北部 那個總部是Cold Carta 因為我們整個過程 就交了給和尚幫忙做 和尚就像神父那樣 他們又沒有收人工 感應那邊的人 看到我們工作做得好 就是捐了兩輛校車 就讓他們來接送小孩子的天樂園 接送小孩子上學 和將來建好那個佛教的中心 然後就開車上課 可以用假日 即是很開心 做工作做到 是可以照到有人自己來幫忙 變成我們有些錢做的工作 在大細超台 即是我們那個修製台 是將那些錢收了 就放進去做 即是我們現在大細超台的台友 你們交月費 我們部分就幫你們做社會工台 如果大家聽到的 自己參加一下 加入我們那個大細超台 做一個聽眾 20元美金 如果你說做VIP會員 你做了六個月的 我們有個翡翠的佛公仔送給你 翡翠來的 我們送 一年六個月我們就送一個佛公仔 賣我們的手額送給媽媽 還有一些東西是特價的 除了 大家介紹一下 特別是我們台友可以介紹一下親友參加 因為我們這個大細超台 是當一個社會教育工作 因為很多問題 現在學校沒有教導 沒有教導 是不夠用的 我們就將自己在社會上的經驗 成功就不敢說了 即是撞板少了 你都要學 你聽我們台字幕一定是撞板少了 還有我們每個月有兩天的日子我親身選給人 一個是將你的財富增長一些 一個是將你的小飲少一些 不是保你富貴 保你不要那麼閉毅 因為人最怕會認識到小人 因為人最怕會認識到小人 靠你 小人都很閉毅 有緣分的就加入一下 我都很少呼籲 因為今天都五節了 說了兩句 說回我們的故事 第一個 佛祖有一年 就帶著阿南宗姐 我忘記是阿南宗姐 我忘記是他的徒弟 走去發言 即是黑城 佛祖帶頭去黑城 佛祖去先 自己要黑城 現在是另外一件 我早就遇到一個婆婆 不算很大的 在街邊賣東西 即是希望化完後 讓她收回福 她肯給你 她的婆婆便收回福 你都要捐給別人 給機會去做事事 即是和尚出來化食 實際的功能 就是製造機會給別人去做好事 讓她做好事有一個好的報應 所以他們就要出去黑城 所以她那件衣服 叫福田衣 我沒有不給她 坐也不坐 佛祖 佛祖回來了 我今天有個黑城 因為他們很規矩 即是如果你去化食 你化了三間屋都不開門的話 你那天就責考了 不可以的 又再開門 不再開門的了 這麼少三間人 我早上去黑食一間 她黑不了就不黑了 她的階級不同 我回來了 她說 我今天無法吃 婆婆不找師 吃給我 阿蘭你去吧 叫個徒弟 叫阿蘭尊者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尊者 阿蘭就說 師傅 你都不行 我怎麼會不行 你明白嗎 你不要靠我了 你這麼威猛 都不行 這麼高強法力 這麼有威望 都不理你 你叫我去 就一定不行 佛祖就說 你去就可以了 你會行的 真是行 婆婆見到她很開心 給多些你 給多些你 那就是王居居 什麼理由呢 心中一個迷 回去就問師傅 師傅 又靈啊 很開心啊 為什麼會這樣 整班徒弟聽著 佛祖解釋 我說 因為你一輩子 你和我一起的時候 去運用四海 去到馬路邊 有個死老鼠在那裡 看到老鼠死了在那裡 那些就電行電過 沒有理由 那些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好心 就是老鼠死了在那裡 日曬雨淋 走到那些山邊 掘了個洞 就把老鼠撞了它 很快手而已 隔兩下 把老鼠撞了 唸一唸經 就走了 她這個婆婆 就是當年的老鼠 所以她見到你 就開心 有這樣的恩果 你說那個恩果的數量多長呢 讓我們世間來看恩果 因為我們那個時空限制了我們一輩子 我們只能夠從出生 董事的時候 就看到死的人 我們看不到你上一輩子 又不看到你來世 遇到什麼人 是嗎 當然 威巴沙蘭見到我第一次 就跟著我師兄說 我師兄是前世跟我一起工作 那我師兄就問她 你等一下會知道 她問她 我一去到見到那個先生 我心裡很熱的 她的感覺 就是她 她應該前世跟我一起做過工作 有些份義分 所以我今世人的靈異 都是威巴沙蘭給我 為什麼我去到蘭卡佛學 學佛學 然後又去推薦 給真王又拿到博少學位呢 跟著她跟蘇聯那邊說 通知那幫僑夫他們 推薦我去蘇聯 訪問港豪呢 然後才做了領事 所以這個都是佛法無必 就是佛祖加持給我們的福福 你怎麼可以做到順利做至港領事 第一家領事很適合 就是一段很神奇的經歷 原來威巴沙蘭跟我師兄說 是前世跟我合作 今世再見 那時候叫我經常幫她 經常都支持她們的佛樂園 又建圖書館 又建屋邨 那些錢買回來要用 所以世間有一點的因果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我為什麼會在那個年代 我去到蘇聯 現在蘇聯是很陌生的 這世界 差不多新人密近 你和諾幹莫斯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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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都十幾年了 不止 不止十幾年了 很久了 那時候的春工下工 所以世界很神奇 因為你沒有雷工 你怎麼會做到他們 蘇聯共產集團的住港領事 就是這一套因 再說另一個因那件事 是 有一年我又不記得什麼朝代 拍了古仔時都不記得 大家的網友不要介意 你們想知道 自己上網搜尋 這個又說了一個叫龍褲 一條褲 龍褲蟬師的古仔 不記得 朝代我不記得 不知晉朝還是唐朝 我看得太多了 記不得那麼多 記不得那麼多 記不得那麼微細 這個龍褲褲師 又沒有讀書又沒有成 出了家 在廟裡做些最下難的工作 是 煮飯呀 洗衣呀 擔柴呀 又被人撿 即是不存其貌的不讓 其貌不讓 又沒有人理他 他又不懂得跳 有一年 皇帝就落了聖旨 就說他媽媽過了生 要找些高僧來念經 但不知哪個是高僧 就號召他們去京城 就經過考試 就去找他念經 就讓皇帝選 最少要三百個和尚去 上京 一起去念聖 讓皇帝選一個和尚幫他媽媽念經 很多真人 就報名去 有些師父吞扇過弟子 覺得弟子有功夫 就不去 因為皇帝選中你很厲害 就算你去上京念經 他應徵 認證 當地的政府都要歡迎你 是吧 你會報名 即是等於皇帝說 代表香港出賽 不贏都要踏落大鼓 還未贏都要踏落大鼓 剛好幾乎都要踏落大鼓 那他們就上京 搞來搞去只有299人 慘了 還差一個 還差一個 這個和尚祭 就在這裏擺個檔 招呼他那些和尚集合 就在那些廟裡住 集合了一起上京 招呼針茶滴水 他們說你們想什麼 我都收我去 他們說 你今晚就不懂念經 他們都沒用了 那你時間我這麼緊張 又找不到多一個人 那我大陸 沒用就算了 就搭夠300人就算了 即是搭夠的數 因為我陰差大臣明天來收人 那你現在都說不齊人 怎麼搞 算了算了你都跟上去 即是不是如理有料 即是隨便搭夠那300人的數 就上京 然後把和尚仔上去 他說兒子不小 都二十歲 接著其他都年紀大 即是有功夫的都不是年輕 那跟上去 那是對的 你叫我 我幫你抬東西 幫你拿東西 沿途照顧 都好 就是這樣 還給他去 去到 到未見皇帝之前 就有一個大院 進了大院之後 我大廳堂有道門 就叫他走進去 請他們進去坐 每個和尚就走進去坐 和尚仔現在走到最後 你怎麼敢 百下人不愁 走到第三百個 到門口他不走 不走 那你們怎麼不進來 我不走得過來 有本金剛經在地下 這麼厲害 和尚仔 是呀 感覺到 是呀 原來 皇帝他們的考試官 就在門柱底下 坐一本金剛經在那裡 我怎麼知道你哪個和尚有功夫 個個都不知道 是最後一個和尚仔 感覺到 我不覺得有部金剛經 我把腳踩在那裡走 很神奇 天生有這種 原來 所以你沒有看到那些人 弱子 什麼什麼 和弱子的人有些特別 特異功能 我現在就是搞一個 在德州 去注意弱子 只要你進來那裡住 過多月 起碼可以温七八成 靈略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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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擺很多東西在那裡 例如上司 又有些古老的草穴 即將你的神經細胞 重新行一次再修補 還要教他練功 但因為你弱子低標很難以 那為什麼會搞這些東西呢 我窮人免費 或者不收錢 無所謂 但大有錢 我包你這個兒子 如果石油佬的兒子 我包你這個兒子 你拿這個兒子 在律師樓 醫好了 五千萬美金 很濕稅 你明白我師傅嗎 石油佬五千萬美金 即是和我們生子 所以我將來會很有錢 因為我試過很多個多個 即是有把握 所以這又是一個挺好玩的遊戲 沒有說你拿這個 我不是收錢 過多月後你覺得我兒子 電了 觸磅 錢放在律師樓 真是大有錢 這不是十歲 其實這件事 我不知不知會議 是小子 這個小和尚不敢過門簧 他說有本金庵經路 我不能走過去 騎過 他设计的那扇门是窄窄的 后来有老和尚出声 你不要正面走,你用头来走过去 和尚仔以前在庙里有面武功,有旗下 他真的没有头斑斗,我头一碰地下就过去 你明白吗?我头一碰地下,不用脚踩下去 我头碰下去的范围就过去了 过了就传给皇帝听 传给皇帝听,叫他念金刚经 帮手迁道他母亲 他死了,他也不懂得念,也不懂得字 站在庙里,是吧? 他就去念,但他突然说一句解出来 我解要我真的不记得 我记得这些不记得 差不多是一切有违法,如梦幻炮影的意思 就是你要扔下 他念一句出来,他已经想到 他也不知是他,只是夹着自己作一句 接着空中有种声音 多谢法师超度我,皇帝也听到 他声音不在空中 接着那个室内有香味出来 法师,麻烦你了,不用再演了 我多谢你的皇帝 那皇帝很开心 就封了他,不指指金牌 又是变了马下辉国自己 后来他就带他到他的皇宫 因为这个皇帝也是很年轻的 不太知秘技 人家带他到他去皇宫 那皇帝他说 他在这条裤子很漂亮 这条裤子很漂亮 他说很漂亮 他说很漂亮,你喜欢吗? 你拿去穿吧 原来那条裤子是皇帝穿的裤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送给你了 所以他拿了皇帝的裤子 就穿了 那这条裤子在世间 就叫做龙虎禅师 龙虎 龙虎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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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就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的故事就是大家 现在世人最重要是知道的因果 还有不要看轻些其貌不扬的人 他每个人来这个世界都有一些特色 只不过他不知道他自己长不长在哪裏 所以人生就要很虚心 就不要和我们现在中国共产党 说个个扮战狼 这不像天下无敌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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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价 你看英国说 这两天放假英国 没有国民出来反对他 大哥 在位这么多年到今时今日 都受人尊敬 对不对 这些是值得你这些世界领袖要学的 不是说你自己走出来大来大鼓 自己说自己伟大 自己说自己光明正确就可以 评价你好不好是个社会 不是你自己去评价充水 好 是这样 拜拜